我是吴依佩 落实永续 由你我做起 Pub有够劲 生活有心意 4月23号礼拜天早上9点钟 欢迎收听Pub有够劲 我是依佩 好 为什么我笑死很这样 是因为我这个Open竟然录了三次 而且我一直大舌头 我一直4月23号 我想说到底怎么了 好啦 最近因为在排戏啦 然后有一大堆事情要忙 然后又一直在忙这个 跟讲话有关的辩论会的事情 所以呢 一直用脑过度 跟讲话过度 就会呈现出一种 头脑没有办法应付的状态 大家原谅一下我好不好 也是让大家 礼拜天的早上9点钟 放松一下心情 好 三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一次北海道 我觉得世界真的是改变的蛮大的 我所谓世界改变的很大事 我认真觉得 我不要好好爱护地球 这个我在小时候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一个口号 老师就说 我们要爱护地球 OK啊 我们就爱护地球 什么世界地球日啊 什么什么地球日的 你有在care吗 老师说 你会觉得地球 整个地球好像跟我们 距离有点遥远 因为我们毕竟是 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 某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而已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说 世界改变太大 我三月份的时候 去北海道滑雪 跟当地的司机聊天 才知道说今年的北海道的雪 是下得又急又快 二月份把所有的雪量都下完 而且下暴雪 那个暴雪的程度是 飞机没办法飞 然后铁路也没办法开的那种 下超级暴雪 但是三月份突然之间 暖得很快 雪整个都溶了 然后导致北海道 本来要捕捞到的海鲜啊 或者是说 本来的生态啊 还有一大堆什么 比如说鸟类啊 或者是居住在很冰天雪地的一些生物啊 其实都受到影响 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要好好爱护地球耶 就觉得雪融的也太快了吧 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在作假 是每天都在我们旁边发生 好 我们来看看 其实我们如果要爱护地球 地球有这么多的百分之几十啊 其实我们的居住土地很小耶 大部分觉得它多数都是海洋 对不对 那海洋生态 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保护 不能过度的捕捞 你知道全球海鲜捕捞 在2020年突破了历史记录 我刚看到原本想说 诶这是一个负面报道吗 不是哦 是因为我们很努力的 在保护海洋而来的 我们在2020年 一口气冲破了4000亿美元 是全球海鲜捕捞 那么世界自然基金会 持续跟业者合作 从捕捞的管制 到零售的采购 都尽量减少对海洋的冲击 那美国也表示了 当地九成的捕捞 都已经符合了永续渔业的规范 不少鱼类也都恢复以往的数量 为什么呢 其实美国在2020年 就捕捞了84亿磅的海鲜 价值48亿美元 从产量大减到现在 创造这么高的产值 其实都是要多亏于我们前几年 一直不断在保护海洋 我们定了很多严格的捕捞规定 比如说鱼不能超过多少大小的 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回去 或者是有一些已经可能 冰临比较少 产量大幅减少 我们是不是这个时间点 不要捕捞它 保护它 让它恢复自然的生态 让它恢复自然的数量之后 我们再来有限制的 捕捞海洋里面的东西 所以严格控管捕捞的数量 也让 我真的觉得是好消息 因为我那么爱吃干贝的人 如果干贝在世界上消失的话 我应该会苦饱吧 还有海胆 我都好喜欢 我在北海道吃蛮多的 你知道原本是在大西洋干贝 是大幅减少 在2020年之前 但是因为我们严格的在规定 保护海洋生态 所以恢复生态了 所以在2020年的6月 已经放宽捕捞了 而且呢 从捕捞到采购 你要减少 烂捕 影响海洋生态的冲击 那其实海鲜业者也发现 我们其实认识海洋的鱼类很少 你知道吗 有一些鱼类 其实它是蛮相像 我们都只认识什么 Otoro 那Otoro就是怎么样 它比较衰 它比较有名 所以就被我们吃掉 其实有其他的鱼类 也许它的肉质啊 或是它吃起来的鲜美程度 跟Otoro 跟Toro也很像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 类似的产品可以替代 好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国外 我们来看看 台湾做些什么呢 我们台湾也有永续渔港 跟海洋生态的发展 我们接着下来 下一个阶段 我们邀请到新北市农业局的局长 来跟大家聊聊 在新北海洋生态 毕竟新北浮原这么广大 旁边海岸线这么多 应该也要多做一些 努力跟功课吧 广告之后 听局长怎么说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好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生活有心意单元 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因为周末的一大早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自己 是在和平岛出生的 所以呢 对于渔村啊 农村啊 我从小吃最多的就是鱼 因为我爷爷是一名船长 但是呢 你要想说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渔港 有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岛国嘛 有非常多的渔港 有非常多的海岸线 但是大家对海岸线真的熟吗 对渔港真的熟吗 渔港是不是就只是拿来 去那边观光 然后吃吃渔货啊 然后看看这个风景而已呢 不是 我们今天呢 很开心 邀请到的是我们 新北市农业局的李文局长 局长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新北的这个渔港 现在好像有很多很多不同 的样貌局长早安 一辈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来局长跟我们讲一讲 因为新北其实幅员非常的广大 然后现在也是全台湾居住人口最多的县 是有四百多万名的居民的人口嘛 那这个新北的这个港口是是不是真的很多 然后以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跟SDGS永续发展有关的 来 是 谢谢 那个新北市啊 目前有二十八个渔港 是全台湾 澎湖以外 全台湾渔港最多的城市 是 对 然后在这个整个海岸线有143公里的海岸线 对 然后在这个整个里面呢 这个渔 讲到渔港 那我们之前做了一件事情 也到水环境的永续环境讲 那我们针对我们一些渔港之前 那有一些低度使用的渔港 当然当这个渔港 那所以为了避免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投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渔港 就是把它不再使用 但是我们方法不一样 我们不再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渔港 经过调查 经过工程的生态工程的方法 把它恢复成自然的海岸线 所以你现在看 你这样过去走过去 你就看不出来那是原来是个渔港 是 但是现在还是现存的有28个渔港 对 就原来的原来有 原来有更多 有更多 对我们包括之前的已经 之前的就台湾有很多渔港 它已经停止使用 它都是放在那边 是 或者它居然拆除了 一些人工构造物还是在那边 了解 那我们把以前已经停止使用的渔港 跟我们后来评估低度使用的渔港 大概有四座 我们都把它变成这个自然的海岸线 了解 花的时间虽然比较长 是 对 可是它就会变成 这才是真正的环海 于大洋 跟环海于人民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样讲概念 局长我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的来兜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跟我们永续发展其实有关 因为很多我们过去可能过度开发 或是说过去觉得很多很需要的 但是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时代也不同了 经过时代的演变之后发现 现在不需要了 那不需要我们其实就不用留在那边 留在那边也是气质 然后所以现在把它整并 或是把它还给海洋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永续发展 就是这个关键 就是这才是永续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精神 当人类不需要的时候 应该想到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这样是再次跟大智能一起和谐共处的一个模式 了解 那我相信台湾的居民 大家对渔港一定不陌生 因为我们就是走到哪里 我们其实很幸福 我们一下可以到3000多公尺的高山上 然后马上又就是可以到这个海边去玩 所以呢 其实新北有28个渔港 但是我刚刚看了资料 我才发现吓一跳 现在的渔港跟我们过去 觉得渔港就是捕捞渔获啊 是不是不太一样 新北有很多很丰富的渔港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新北市的渔港 其实它的渔业的这个事业 还是非常的新盛 像大家所知道 像万里县 就是它主要的产量 在我们新北市就转的七成到八成 那它是在我们的万里地区的 像龟吼渔港啊 或富基渔港啊等等 那或者是说像白带鱼 主要的白带鱼啊 白带鱼好好吃哦 像小卷 我们是全台湾产量最多的城市 真的 对 这些渔港它都是很兴盛 可是例如说 在这些渔港里面 不管像我们这个淡水 是我们渔船树最多的地方 像大家都知道渔人码头 像渔人码头就是一个 它有观光的饭店在那边 那也有除了有渡人之外呢 还有一个淡水河上有一个 也有人在专门在行程上 大家可以在淡水上看海啊 看夕阳看淡水河 也很多就是以渔人码头当作基地 所以它通常有很兴盛的渔港 大家去的渔人码头那边看一下 就会发现 就好像跟国外的渔港是一样的 那所以它是呈现一个 很多元的风貌 了解 而且其实新北在今年2023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季 叫做2023北海岸时尚艺术季 我不知道艺术季 然后办在这个渔港附近 还可以变得时尚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季 对啊 其实就我们是办的开始 我们是办的还北海岸时尚艺术季 它的核心是两个 第一个呢 我们是把时尚的带进来的 时尚的是叫做走秀 我们把时装走秀 像我们这几年呢 这三年来了 跟那个设计师 像主要是潘一良设计师 还有一些青年的设计师 以及加上学生 大家设计着我们在这边办的走秀 这个走秀在我们的富基渔港 也在的淡水渔港 就淡水刚说的 渔人码头这个渔港 让这个走秀的场距 是跟海在一起的 大家在走秀场地的旁边就是海 你就会看到海洋 然后就利用它的夜色来完成走秀 它的背景就是海景 了解 所以那些码头会走在哪里呢 像今年度我们在淡水办 淡水渔人码头它有一个海天步道 是其实如果去渔人码头 大家都会去那个地方看戏 其实就是在那个海天步道上面办 那我们在富基渔港的时候就更特别了 我们在富基渔港为了渔民的需要 盖了一个凸体的码头 是为了安全着想 那在码头下面呢 它就是一个生 就是把生态 它是一个能够让鱼类啊虾类 可以在那边生态的 就一个像人工鱼胶的地方 所以上面是渔民需要的 下面是生态的鱼胶 可是在上面呢就是桌渔民可以试用 也是一样可以在那边看到戏啊 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了解 最重要点是我们把这个时尚带进去之后 就会呈现一个 富基渔港就是一个很潮的地方 像我们今年住除了 这段走秀在渔人码头 可是在富基渔港就有街舞的比赛 全台湾的中华民国街舞比赛 在富基渔港 对他们就去那边办了 就五月份就在那边办街舞的比赛 然后也有一些AR的扩增实镜 现在最夯的NFT的AR的实镜 在那边 而且还会有持续的有青年设计师 设计的这些跟海洋有关的服装 会在那边从四月份开始 就在那边展览 这跟我们过去想像的渔港真的好不一样 对啊 因为大家 而且你们把这个渔港弄的年轻化 时尚化 潮流化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其实是周末休闲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去渔港来晃一晃 然后刚好可以 还是可以买到渔货 对啊 因为像富基渔港 就是刚刚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 它在地 也有一个渔夫市集 是 很多 你在那个海边吃渔港 跟这个市区最大不同 有两个不同 那来来 怎么样不同 第一个呢 有一些鱼呢 你一定呢 只能在海港边吃 因为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没有办法离开水域太久 是 那种感觉 对 像这样子的鱼呢 像渔获 而且在那边吃 可以吃到 尤其如果你喜欢吃生鱼片的话 这种新鲜感 特别足的 有一些一定要在那边吃 那另外一点呢 吹着海风 有着无敌海形 吃着海产呢 就跟你在市区的海鲜店 吃起来 感觉就是不同 当然不一样啊 你这个吹着海风 然后是这种开阔的感觉 你跟你在市区点那个 就是在餐厅里面 被关在里面吃的那种感觉 当然不一样啊 就是在那个鱼港旁边 在那边吃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度假的氛围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天气 渐渐的比较稳定 比较温暖了 大家去鱼港 或者是去港口 父亲这样走一走 吃吃海鲜 然后呢 来看看市集 然后还有艺术潮流 都搬到那边去 我觉得很棒 尤其是我觉得 刚刚局长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现在 可能也是因为 这三年的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 都是跨领域 然后跨场域 就是没有什么场地的限制 为什么走秀 就一定要在那什么 时尚百货里面办 没有啊 在这个鱼港办走秀 我觉得对model 也是一种考验啊 对啊 对model 对设计师都是啊 像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是 是黄纸焦 他是怎么进场的吗 他大鱼船进场 他大鱼船进场 我就知道 焦哥就是你知道 爱搞怪 对啊 创造一个 刚好对这个 这个很冲突啊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这个确实是创局啊 对 那我们最喜欢做 别人没有做过事情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鱼港 就超乎你的想像 了解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呢 鱼港可以做的 真的是会超乎想像 还有什么 哪一些更进一步的内容 我们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局长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喔喔喔喔喔喔 就一起在一起 POP有勾进生活有心意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勾进 今天是我们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农业局局长 李文局长 欸局长 我想要冒昧的请教您一句 就是您的名字 是不是常会被人家 误认为是女的 啊 所以我都说 啊 我都会说我是 我是李文 我是 那个歌不会唱 舞不会跳 我是男生 对 但是您要不要唱下笛打笛啊 呃 要先跟我经纪人谈一下 哈哈哈 局长真的很可爱 好啦好啦 我們来聊这个局长 这个比较擅长的话题 就是您的业务范围 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跟渔港有关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 2023年的北海岸时尚艺术季 呃 会跟时尚界来合作 然后今年是不是会在淡水 游艇的码头 举办的是大型的这个时尚秀 对 今年度呢 他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 有个第三博地 他也是多元化的使用 那那个地方就是停 游艇的 那他这个游艇码头 就是在我们最外海 所以是完全的海天遗色的地方 哇 而且呢 那个重点呢 是他因为他在最外海 就没有什么阻拦 是个看淡水河 出海口 四季都非常棒的地方 在那里办的 了解 那所以那个时尚秀 会是在那些 会有一些model啊 或者是什么走秀吗 当然啦 就是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 合作的对象 是伊林的model 哦 是 他们这个是 就是都是很专业的 就设计是专业的 走秀也是专业的 了解 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场域提供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使用这个场域 像今年度呢 也是呢 台北时尚双周 今年的这个走秀 是属于台北时尚双周的系列的活动之一 也是台北时尚双周呢 可以第一次走到新北市来 哦 而且台北时尚双周 就我们了解 他也很希望能够走出台北 是 那我们就走到新北时尚 走到全台湾来说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海域的地方 来办这个部分 了解 好 那今年的大概举办时间 会在什么时候 嗯 我们今年的活动呢 从4月8号开始 嗯 那走秀那一天呢 也就是在4月8号的傍晚 嗯 那这一次呢 啊 他的主题呢 是结合到跟 除了我们一贯的 有跟这个海洋资源 跟永续结合之外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特别 像今年的素材 就会利用到说 用那个保特瓶 做 就保用回收抽丝出来的材料呢 纺织做出来的布料 来设计今年的服装 像我们以前也用过 那个主题 用过咖啡渣做出来的布料 这么酷 对 咖啡渣可以做布料 有 咖啡渣做成布料 然后再来设计衣服 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是要推动的是永续 没错 所以从每个环节 在我们的场域 就是刚刚提到我们的 在以前在腹肌办的时候 那个码头 它是 它就是一个永续的 因为它虽然是码头 它也可以成为人工的余胶 了解 那在这边呢 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是做这个服装 是希望大家来多认识渔港 多来渔港 可是它的本身 还要跟永续有关 而且呢 它这一次用的主题呢 是跟现在最夯的NFT的主角在一起 就是有无聊员啊 跟克隆人 那两支很贵呢 现在 很夯喔 对啊 现在有很多艺人明星都买这个无聊员 然后放在自己的IG的头贴上 对啊 所以今年是有跟他们谈到合作是不是 有啊 所以今年的 除了我们讲素材 是有这些 跟环境永续素材之外 那设计的主题呢 就会在今年的走秀上呢 所呈现的服装 这是首次发表的 在台北时尚周里面的 也是首次发表的 你就会看到无聊员就出现在 今年的走秀的服装上面 而且这次设计师呢 是潘怡良 她是有名的真姿女王 大家就看到她的手法呢 会把无聊员呢 真姿在这一次 我们的走秀的服装上面 而且这个无聊员呢 是跟这一次结合 也是她也是支持 整个对环境的永续 对于渔港呢 跟渔民的结合呢 一起来完成一个多重的社会 也是社会责任 跟社会价值的一个部分 了解 因为我觉得跟时尚做结合 还有跟现在最夯的NFT 来做结合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看头 然后另外呢 除了渔港 现在新北把它变得很时尚之外 其实我觉得渔港 有很多的议题可以探讨 其中一个议题就是 大家就觉得说 我们的海岸线这个 这么的长嘛 全台湾的海岸线这么的长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关心 这个海洋生态的发展 或者是说海洋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 这么多的废弃物 其实新北一年也举办了 非常非常多的浸滩活动嘛 那我想要针对一个问题 来问局长 就是刺网的渔业 到底这个刺网渔业 它是因为它在网上弄一些细的一些 像细绳那样子的东西 它就可以把渔业 就在做的时候是很简便 价格也很低廉 就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说效率很好 可是它的麻烦就是说 因为它效率好 就是可能大小鱼种 或是不应该捕捞的鱼种 会被捕进来 那所以需要 或者是有一些难免 会有一些渔网被废弃在海洋中 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一些 比较大型的鱼类 或是海龟类 就被这个挡住 被这个挡住 所以要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新北市 我们做的事情 是大概有几项 第一项呢 我们让大概有13个区域 包括有我们的禁用 这个禁用刺网的地方 有禁用刺网的地方 有我们有十餐处 禁用刺网 那你们怎么去规范 有些地方是可以用刺网 有些地方是不能用刺网 你们有先去做过调查 当然有 除了有做调查之外 也要配合渔民的作业的习惯 那还有那个区域 例如说那边是很多胶原地形 那你用刺网 就容易把刺网留在那个地方 对因为沟道嘛 沟道就会留在那里 对 所以就要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会 当然就跟在地大家一起讨论出来 然后就决定说 那个地方就不能用刺网 而且重点是 其实新北有一些地方 生态还蛮好的 如果说有一些地方 会有海龟出没 你用刺网的话 有可能一些本来 就不应该被捕捞上来的鱼 或是海龟 就会卡住嘛 然后就可能会受困或是死掉之类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在规范里面 就是那个区域可能就不能用刺网 对 了解 而且我们同时间 我们的海龟 我们有设了那个什么 海龟的救援的专业的体系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做救援 非常多的海龟 对 但是回到我们自己在积极面的部分 那也有让我们的所有 我们也现在开始 所有的这些刺网的渔船 那些刺网本身叫实名字 所以这个网子是属于谁 是网实名字 对 所以这网子是属于谁的 所以这上面要秀名字还是有QR Code 还是怎么样 就除了QR Code没有之外 名字都秀上去 像船名啊 船集的号码啊 蛤 都要在上面 天哪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耶 因为如果我 那不知道是我的 就是随手乱丢垃圾 刺网也是一种 你乱抛弃就是一种海洋垃圾 对 现在如果秀上面写 吴宜佩 或是李文局长 这样子 还有你的title 还有你的电话 全部都给你写上去 你的渔船都写上去 对 你还敢不敢乱丢 而且不能写Coco 不然就分不清楚 是我的还是女的的 对 所以一定要实名字 是的 所以实名字 所以那都是列在这个 你们农业局的管辖范围 对 就是我们有个渔业处啊 他们都有 而且最重要一点其实 其实都是 其实很谢谢渔民 大家一起来做 因为是大家同时间 跟着社会发展 大家一起都有这个想法 不是只有政府而已 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本来 我们目前呢 在过去这几年呢 我们的有可以做刺王 就是刺王的这样子的渔船 对 在过去几年呢 我们大概减少了六成 很多耶 对超过六成 他都已经转型了 对 就是转型 那为什么他会愿意转型呢 就是 其实渔民自己也感受到说 在他还可以 在他渔业资源之下 可是呢 他也觉得要转型 你要用别的语法来做 所以这个是不是只有 我们在做 也是大家一起来做 而且是 这也没有停止 会持续的做下去 那再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个共好 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 才能够把它完成 最重要的还是我要 像我刚刚说 是大家一起来 不仅有政府啊 包括有社会啊 还包括渔民啊 其实大家 在这个阶段可以感受到 大家都在改变 了解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要进一步 问一下局长 除了刺网 你们有在管制说 要实名制之外 听说新北还有大铁腕政策 就说 如果你是别县市的渔船呢 你那个有刺网 你不能来哦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哦 有有有 我们广告之后 来补充一下这一点 就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POP有勾进 生活有心意 好回到我们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在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农业局的局长李文局长 好来局长帮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刺网渔业 刺网还有除了说 我们要实名制之外 还有没有哪一些规范跟管制措施 是 因为我们自己大家 渔民大家都有共识了嘛 所以我们在减少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当然也谢谢其他地区的渔民的支持 就是说如果你在其他县市 你因为你虽然是做赤网的 你想要转集到我们新北市来 那就禁止 不收是不是 不收就从源头 因为其实我们的整个量是在下降中 也不会有新增的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让刺网渔业这个在它的范围 大概要限缩到一定很小的范围 了解 就是真的是没有影响的范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刺网渔业在未来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说局长你们这边的规划怎么样 在未来 在全台湾的政策里面 刺网渔业有可能会消失吗 因为你们现在是在减量当中 其实也不是 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么说 就搭配我们刚刚说的 第一个就是要有科学的依据 就是其实可以不用用刺网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用刺网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在做的过程当中实名制有个好处 就其实95%人都很都会都把它都做得很好 都回收啊 那也许有少数的5%啊 他对于这个方面没有做这么好 可是实名制呢 就会让那5%不见 那整体说 他就会变成一个 在对语法上面 对海洋自由上面的影响 降到最低的一个平衡点 全世界大概的潮流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大家人类哦 我们回到现在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体会 如果我们不在好好爱惜 我们身边的资源 或是我们不好好爱惜海洋 我们一直在乱用 然后破坏大自然的空气的话 我们真的会受到大自然的反扑 现在每一年的这个温度 一直不断在升高 然后呢你知道现在 今年啊其他的不说 今年看到什么 台湾现在大家已经国门开放了 大家可以飞到日本去看樱花 也是因为气候变迁啊 突然樱花明明就是4月才开 一大堆都是3月都已经开了 所以一样海洋资源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不是说你什么不要东西 都丢到海洋去 反正看不到 眼不见为净不是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都提升了 所以新北也在做这一块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广告的时候 这个局长讲了一个很有趣的 来帮我们补充 这个次网还可以做哪些东西 对其实是所有的渔网 哦渔网 对所有的渔网 那我们其实这个要 这也是 其实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 其实感受最深的是渔民自己 对 他自己就感受到海洋的资源在改变 海洋的生态 包括各项的都在改变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 像不仅我们 我们跟环保局也好合作 我们有一个海洋舰队 南海舰队的计划 我们就是渔民他会把它在海上 像不仅他的渔网 他废弃 他自己不小心捞在垃圾 他会带回来 那我们会帮他 就是我们会有 战志场 他就可以把他轻运走 这样他就意愿带回来 那同时间 有些是废弃的渔网 或是已经不要用的渔网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 那会把它隔离出来之后 这个渔网跟台湾化迁公司合作 他就把这些废弃渔网 做成塑胶原理 那这个原理呢 就可以成为呢 像很多商品的原物料 像太阳眼镜啊 这些 需要塑料的 塑料的东西 对原理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而且现在是 这不是想象的东西 也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 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循环的经济的东西 所以是渔网变太阳眼镜 这个商品已经问世了吗 问世了 您现在带的应该不是鱼网眼镜吧 而且我带的这也不是塑胶 我这是树子 是从植物留下来的 因为我也是 我自己本身也减少用塑胶 环保人 我是 我是 我减少用塑胶 像我买东西如果有非塑胶的 我就改成买 我就会买别的 像我买水桶 我就去买铁头 了解 大概是这样 了解了解 其实我觉得今天局长讲那么多 以后我们可以在产品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看到 用鱼网做成的太阳眼镜 大家可以买啊 支持一下 我们可以支持 就是要回收再利用 然后我们要爱护海洋资源 因为你知道 台湾只有一个 我们的海洋也的资源就是这么的珍贵 我们要好好保护海洋 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农业局的局长 林文局长 谢谢局长 谢谢 谢谢宜佩 好 其实台湾近几年来 有很多议题需要关注的 譬如说 台湾现在有很多社会的现象 譬如说我是看了舞台剧 我看了电影 甚至我看了纪录片 我才知道 我最近看了一部很酷的纪录片 我一开始还以为我是转到了什么 彩虹频道 还是什么色情频道 我还想说我到底看了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纪录片 是在记录那些不会说话的 不是模具模组 是矽胶娃娃 当然矽胶娃娃听起来就是跟 情色行业色情产业 或是跟欲望产业有关的 但是透过这些矽胶娃娃 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生命的启发呢 公式的记录观点的记录长篇 叫做部落卡区 他是用矽胶娃娃共享旅馆为主题 拍摄的一个记录长篇 我觉得蛮酷的 10点钟导演会来现场 告诉我们这个长篇在拍些什么 广告之后继续锁定POP有个景 POP Radio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 让生活有新意落实永续